好 這一題的話 我們就順便把兩面式分分一起把它加進來好了 來 我們看這一題題目中我給你兩個點 那有兩個點可以願意到直線 那還有請問你 直線的參數是不是多少 好 該講過的喔 不管是參數式還是比例式 你都應該找出來什麼東西 向量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AB的向量算出來吧 來 請問你AB的向量是多少 是不是5-4-15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從參數式來看的話 答案怎麼行 答案等 x 等於 來 我不是在找點嗎 現在問題來了 老師 這個點是這個點 來 兩個點可以用 因為我剛講過 找參數式的話 是要知道點跟向量 向量我找出完了 對不對 先找點啊 請問你要用 A 還是 B 答案是兩個都可以 因為 AB 又在實線上面 所以換句話說代表 你的答案跟我答案一定百分之來會用 不一樣嗎 不一定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有些人用 A 點 有些人用 B 點 隨便你都可以喔 我今天講到都可以喔 那我們選擇用 A 點 2加 1 這個 2 是因為這裡的 2 這個 5t 的 5 字因為這個 下降 4 然後 y 呢 就是-3-4t z 呢 z 等-10-15t 好 這個就是你的參數式 會吧 那結局比例4呢 也很簡單 比例4的話 就是什麼等於什麼等於什麼 下面的那個數字是誰 就是那個向量 所以就是 5-4-15 上面的點也就是 x 其他事情都兩個點 隨便你選一個 好 那我們選一個 一樣用 A 點 x-2 y 加 3 z 加 10 這樣會吧 可以了喔 好 比較難的地方是剛才你講到的 那兩面4怎麼寫 兩面4 兩面4就很簡單啊 怎麼做你知道嗎 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就 5 分是 x-2 等於-4 分之 y 加 3 還有-4 分之 y 加 3 等於-15 分之 z 加 10 這樣就好 什麼意思 你把這個比例4有沒有 拆成兩個兩個一組 就變成了一個平面跟一個平面 這樣聽懂嗎 阿當然會不會只是畫腳的動作而已 你自己畫起來可以 這樣子 會啦齁 可以嗎 聽懂講的意思嗎 你把比例4啊 它只有三個相等 你拆成兩個兩個一組 當然你不只要123 12跟23 你可以選擇12跟13 隨便你 那就變成兩個平面了 這樣懂嗎 可以啦齁 會 好 那把寫上去吧